狂妄自私与傲慢 那不是佛门的福报啊 假如每一个人都能够往心里自己看 踩到别人了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的错 在下面吃饭的时候呢 不要吹别人 老菩萨慢慢来慢慢来 不要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那你干嘛急别人快呢 你也会老吗 没有差那一两分钟吗 假如你真的很急 你可以跟工作人员讲 对不起我有点赶时间 可不可以先让我 对不对 假如每一个人都知道是自己的错 佛法才会兴盛 所以印光大师说 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 只有我是一个人凡夫 你就快要成佛了 好再看下面的经文 请看 欢喜自在 好所以透过修忍辱 忍辱对峙的另外一个方法 是中国的布袋和尚 请看幻灯片 不在讲义里面 精明佛学社 一上台阶 也有看到中国瓷器的布袋和尚 中国化身的布袋和尚 他有两首剂子 各位可以抄起来 我有一布袋 虚空无挂碍 展开片时方 收拾观自在 弥勒菩萨不是只有你想象的 肚子大大一样 他欢喜 他是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他的度量是很大的 中国人喜欢布袋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把布袋和尚 代言财神爷 尤其我到 Chinatown的时候 我看过很多店 因为都要发财 都放于这个布袋和尚 英文叫Happy Buddha 注意听 注意听 放一个雕像在那边 不会发财的 注意听 注意听 关键 因为放在那边 它是一个木头 只是一个雕像而已 不会升起功德 什么叫功德 注意 你如果放着弥勒菩萨 你旁边要放一杯水 一朵花 或一个香 早上请礼 不能顶礼 起码问讯三下 你心中生起供养的心 你今天才会要 急来呀 急来呀 为什么 木头没有意识 功德是来自于我们的心 生起供养的心 请问 你们都喜欢放 金钱鼠 对不对 金钱闪 你真的确定 放了那个金钱闪 就会发财吗 虽然风水上 有很多的说法 师父没有否定 可是真正的发财是什么 你心里生供养的心 你每天早上点一个香 我供一杯水也可以 水没有多少钱 我买一朵花 供养它 愿灭了菩萨 加持我 希望我今天呢 广结善缘 利益众生 你每天做供养 早上做一次 晚上做一次 这样子才会发财的 为什么 因为它符合佛法的道理 你种广修供养的因 木头在那边 它自己不会生起功德的 因为木头不会讲话 虽然木头是 雕米勒菩萨的照相 是很庄严 所以中国人都喜欢 布袋和尚 外国人也叫 Happy Buddha 第二个 你要学 展开 片石方 收拾 观自在 表示它 度量很大 好的 你要能接受 坏的 也要接受 我在新加坡 跟很多国家去旅行过 我发觉新加坡 有些人 连友做呢 服务人员 态度很好 有些连友 不太好 对不起 不要生气 只在每一个国家都呢 我们呢 有时候我们去买东西 就会问嘛 一定会问 这个多少钱 那个多少钱 有没有discount 有些ante跟uncle 你问那么多嘛 你告诉你要不要买啊 这个态度很奇怪 连问都不可以问啊 对不对 你买了 是你可以决定的嘛 对不对 你可以问啊 你有权利啊 你有消费者的 吸金会的权利 你可以问 我还在想嘛 这个适不适合我 这个价钱 适不适合我 这个颜色 是不是我要 你问嘛 所以做服务的 各位ante跟uncle 也要告诉你的同事 和气身材 不要这么没有耐性 客人起码有权利 问三遍跟五遍 不过我们买东西 也不要去挑剔别人 你不买就不买 不要嫌人家东西贵 你买 你买不买可以 我现在是讲 服务人员的态度 我就遇过 有些服务人员 他态度很好 师父没关系 你慢慢看 慢慢想 你需要 你跟我讲 你看 这样合计身材 我就会跟他要个名片 其实我脑筋也在想 我下次一买 可能买很多 买给我的妈妈 爸爸 我的老师 我的朋友 一买 就可能大雪拼 对不对 可是呢 我发现 有些的人 服务人员态度很不好 服务态度呢 有时候你跟他讲 他也不高兴 对不对 不高兴的理由是说 对不起 这多少 你问那么多 你到底买不买啊 好像不能问 表示你态度很差 然后呢 你就跟他的 新加坡人最喜欢 complain 对不对 friend and then complain to manager ok sorry apologize 有时候师傅很不高兴的 会跟他说 apologize should not from your heart not from your mouth you apologize but you from your mouth not from your heart 意思说 我跟你道歉 其实他嘴巴 对不起啦 下次再来了 其实呢 心里讲 你赶快走比较好吧 道歉是要从真心里 不是嘴巴假假的 你说这样假假的 和气生不了财 下次也没有人缘 所以你的生意 为什么不好 所以学步带和尚 心量要大一点 展开片十方 收拾观自在 再看下面的寄送 中国人讲 霸度能容 了却人间多少次 满腔欢喜 笑开天下古经筹 你看 弥勒菩萨度量很大 我们要想 我们虽然拜弥勒菩萨 对不对 初一到十五 我们也可能拜三千佛刹 也拜摘天 也拜弥勒菩萨 可是呢 我们的心量啊 没有像弥勒菩萨大 所以人间有多少的事情 大度能容啊 古人讲 宰相度理能撑传 虽然现在我们不做宰相 但是起码我们要宰相的度量 第二个 满腔欢喜 笑开天下古经筹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没有一桩事情 常常都会满你的愿望 那你会问说 师父 那你讲金红法 什么东西 有没有满你的愿呢 当然有很多满我的愿望 但是也有很多东西 我的福德因缘比较差 也不一定会满怨 我也要修忍入啊 我也要耐性啊 教学生也是很难教的 对不对 所以 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 再看 弥勒菩萨 传统上 我们是喜欢中国布袋和尚 可是看一下 中国云钢石窟 真正的弥勒菩萨 是胶脚菩萨 叫华严经十地 它是胶脚 只有十地菩萨脚才是这样 下次你不要学这个动作 这次是给你看 佛像的造型 它是弥勒菩萨 十一地就是佛 再看 大家知道 赞叹新加坡佛亚寺 我非常喜欢这个弥勒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唐朝 大丈夫像 带着宝冠 然后呢 非常庄严的弥勒菩萨 真正的弥勒菩萨 报生佛是这样的 不是你们拿了扇子啊 来呀 来加菜 来加菜 吉来呀 吉来呀 那个是化身佛 真正的报生佛 实地叫法云地 这是唐朝东密的造型 弥勒菩萨 接下来再看 佛亚寺也有两尊的 一佛二菩萨 南无龙华会上佛菩萨 这是非常庄严的 我这样赞叹 也是说明 为什么新加坡 是有个佛福报的国家 因为大家肯布施 肯供养 有这么庄严的佛像 接下来再看 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这是唐朝东密的造型 注意弥勒菩萨的头顶 有一个是舍利塔 弥勒尔弥勒 其实弥勒菩萨 非常的庄严 弥勒菩萨 慈心三昧 福德无边 弥勒菩萨 若你去读 瑜伽师地论 他的五重为士观 禅定也是非常深的 若你将来去读 大般若经 弥勒菩萨 也会讲六百卷 大般若经 现在 道安大师 玄庄大师 窥姬大师 乃至于近代的 虚姻老和尚 太虚大师 都在弥勒内院里面 我现在讲话 他也听得到 他会在五十六亿 七千万年以后 跟着弥勒菩萨 一起来龙华三会 广度众生的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也有佛 不是没有佛 但是问题来了 是你见不到佛 你的障碍 你的福德 你的智慧 不够圆满 你看 这是新加坡 海印古寺 心情的 用木雕的 弥勒菩萨 对不对 你想要上身 弥勒内院 很好 你必须持 五戒十善 然后也要修禅定 因为升天呢 禅定要够 第二要广积 无量的功德 念弥勒上下身经 还有念 弥勒菩萨的圣号 你就可以求生 弥勒净土 好 接下来再看讲义 第九十四页 我得讲快一点 第二十四行 秉二 观音说法 广度修罗卷属 请看科判 分五 丁一 观音现身如佛 请做一个记号 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 现佛身 第二个 观音菩萨 度修罗 眷属聚局 修罗就是 阿修罗 也就是呢 脾气非常的不好 但他也修福报 所以他相貌呢 很丑 但他功德力很大 他是属于 山山道里面的 阿修罗 再来看 丁三 敬礼宣说妙记 翻过来 九十五页 丁四 广 供养 勤求 忏悔 丁五 好 在这一段 观世音菩萨 度众生当中 他特别布施 较量 比较 布施给 释迦摩尼佛的功德 跟听经的功德 两个是 一样的殊胜的 好 请看 幻灯片 再讲 阿修罗 阿修罗 为什么会 叫阿修罗 阿修罗 阿修罗 阿修罗在六道轮回里面分队 有些讲六道 有些讲五道 没关系 他是山上道 有天上 还有人间 还有阿修罗 阿修罗过去呢 他也修福报 也做功德 做布施米 就贫穷的人 但阿修罗最难调伏 脾气很不好 不如他的意 他就拍桌子骂人 他称心很强 但是他心很好 他还是做功德 所以因为他做功德 所以他成为阿修罗 但阿修罗 长得很丑 阿修罗也有欲 所以他想娶太太 常常跟天人打仗 因为天上的女生 美女是很美的 所以佛就教 阿修罗跟天人打仗的时候 天人本来打输的 他就求释迦牟尼佛 请看幻灯片 般若会上佛菩萨 第四天跟大凡天王 常常受到阿修罗的干扰 所以因为阿修罗像战神一样 他可以飞 他也有神通 常常跟天神打仗 而且抢天上的美女做太太 他就去求佛陀说 佛陀这一类的众生 称心很重 我们怎么样保护自己呢 佛教他念般若波罗蜜 就是念般若心经 所以天上的天人就开始打仗 就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蜜多使 一念般若心经的时候 如果不能念全部 他念摩赫般若波罗蜜 然后天人就打赢了 阿修罗都被击退了 这是传统上的解释 但是注意听 阿修罗还有一个解释 六道轮回里面 只要称心重的都叫做阿修罗 所以人间也有阿修罗 你的老板脾气很坏的 就叫阿修罗 老公脾气很坏 就叫做人间阿修罗 狗跟狗 我刚才比喻 狗跟狗 狗咬狗一嘴毛 你会看到有些狗很残忍啊 那也是狗道的阿修罗 所以也就是说 只要称心很重的都属于阿修罗 这是另外第二个解释 阿修罗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呢 答案是因为他的称心 请看幻灯片 我补充一下 在大制度论里面 有一天第四天 第四天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玉皇大帝 其实玉皇大帝啊 虽然道教将玉皇大帝 其实他是佛的大弟子 他善根非常的深厚 而且他请过佛讲过很多经 尤其是般若波罗蜜 有一天第四天 从天上做着大宝兰花 来古印度 释迦牟尼佛的精神 顶礼佛陀 向佛陀问了五个问题 请看 杀掉什么东西才能够安稳 杀掉什么你才不会后悔 什么才是毒的根本 会吞灭所有的善事 杀掉什么才会值得赞叹 杀掉什么心才不会担心 各位你答得出来吗 有一点难哦 来猜猜看 杀掉什么你才会安稳呢 不一定是指有形的 有人说 杀掉我家的老鼠 我就很安心了 杀掉我家的蟑螂 我就不会担心 不是 不是指这个 不是指有形的 是指无形的 你要杀掉什么 各位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猜猜看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讲什么 杀掉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才能安稳 好那我先问 什么是毒的根本 有人说贪 有人说撑 有人说吃 贪撑吃 没错 给我怎么这么聪明啊 没错 答案这一段呢 是讲撑心 看 佛陀回答他 第四天啊 杀掉你的称慧啊 心才会着安稳 所以阿罗汉叫做杀贼 这里的杀 不是指拿刀子去伤害众生 而是呢 你有智慧的剑 砍断自己的称心 所以下次不要发脾气 第二个 杀掉你的称心 你心中才不会后悔 我们人常常一生呢 做了很多后悔的事 我鼓励各位 不要后悔 请写在旁边 凡事你都想是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请写下来 你说师傅很奇怪 你怎么会讲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呢 这不是很矛盾吗 没错 听起来很矛盾 从科学的角度来 从矛盾 从佛法讲度来讲 这是有智慧的话 第一次 所以我产生欢喜心 比如说我第一次来新加坡 我也很欢喜 我每次来新加坡 我都很欢喜 因为我觉得 我的生命永远都只是第一次 我看到任何一个人 你都会发现 师傅都喜欢跟人家结缘 所以我人缘非常好的 你不知道吗 我都在中阴 为什么 因为世界这么大 我会见到你 不管你是来催催念 还是催催骂的 我还是很欢喜 你是来吐苦水的 或是今天佛友来跟我讲 他分享他朝圣的经验 我都很欢喜 为什么 因为世界这么大 我会碰到你 我们绝对有缘 所以你要用欢喜心 跟人家结善缘 第二个 为什么叫最后一次呢 因为最后一次 所以我很感恩 希望我们将来 还有机会再见 很多连友 不一定有机会 见到我 为什么 举个例子 我们在石头山 早期有很多老的菩萨 都七八十岁的 我曾经出国留学 四五年 有很多老菩萨 一生对我都很互念 我在家居士呢 做老师的时候 我就认识他 对不对 他们都很善良 出家都五六十年了 在山上 很老很老的比丘尼 但是呢 有些老比丘尼 在他断气的时候 我并没有在他旁边 所以他就问 哎哟 新红尸怎么还没回来啊 旁边听到呢 后来告诉我 师父都心酸酸的 因为我那时候 我在国外 我也不知道他往生的 对不对 后来老菩萨跟他讲 老菩萨 你不要担心了 他念阿弥陀佛 你将来会在极乐世界见了 后来老菩萨就断气走了 有些老菩萨 等我回国以后 2002年 2003年 我们有时候老菩萨 也是往生的非常快 一年走三个 或走五个 我要做呢 上葬一次 我回去要帮忙写晚联 还要呢 还要敲木雨 山上的注重越来越少 所以这些老菩萨 其实都要人关心跟鼓励 有些老菩萨 我就没有见到 前几天 我在JB红法 红法的最后一两天 我要回来之前 我突然收到一封简讯 我多年的一位师兄弟 静中学会的比丘尼 断气往生了 我那天真的有点难过 师父没有放声大哭 不过我真的很难过 难过是什么呢 以前我要奖金的时候 他们比丘尼都帮师父装便当 而且还帮水果 心红师啊 照顾自己吧 我坐着计程车 要赶到一个地方 然后再搭 一个小时的车到林口长庚医院 从七点半讲到九点半 讲完了 有些人要断气了 我还帮他归医 有人癌症 我还为他说佛法 下大雨天啊 我还要坐计程车 又一个半小时回来 回到这寺庙 已经十一点半了 我就睡着了 可是我还是要做早课的 我有一个师兄对我好 心红师 心红师 起床了 你也无量寿经了 我说 好好 等一下等一下 再等我五分钟 心红师起床了 所以你以为装出家很容易吗 我就这样跑了三年 讲经红法没有中断 各位你能吗 另外我也跟你分享 我从新竹石头山 坐车子两个半小时下来 再坐火车 两个半小时到台北 讲祝菩萨行论啊 讲完休息一天 我在坐火车 一样回山上啊 我这样来回一年啊 我只有一次 我们中原超度法会 那天老和尚生病 我上去煮法 第二天我喉咙发炎 发高烧了 一个礼拜讲一次 一个月讲四次 一年讲四十八次 我讲了四十七次 金刚经破空论 整年讲完了 整部入菩萨行论 全部讲完了 入MP3 请问各位 你有怨心吗 所以我常常说笑话 大家都还选 出注杠很远啊 比你去印度近啊 在座的莲友 也有从Waterland里面来的啊 所以各位 学佛法要叫坚固的毅力 新加坡的莲友 太好命了 有时候吃一点苦 是值得的 所以供养你自己 写下来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是第一次 所以你心里会很欢喜 因为是最后一次 你就会很感恩 当然你透过发愿 将来还有机会 比如说我去过五台山两次 我去过菩提家也两次 我将来整个发愿 还是有机会 对不对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以前还没有出国的时候 我是客家人 师父客家人 我到客家庄 客家庄去为老菩萨讲 净土法门 我会用客家话讲经 而且全部的 我还会讲 平坡梭罗网 平坡梭罗网 我还会讲台语 跟客家话 那时候老菩萨很可怜 他听不懂国语 然后呢 经过了十几年 二十年 有些老菩萨 真正往生极乐世界了 这一两年 我回到陶竹苗乡下 有些老菩萨 已经八十岁了 看他还顶到我顶你 师父 我还记得你那时候讲 四十八愿 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愿 人的生命很微妙 我们常常有欢喜心 我们有感恩的心 我们就不容易起称心 我们的感恩 是从内心里去感谢别人 不像有人会聊 常常会笑我们佛教徒 你们讲感恩 我很感恩 台语讲感恩 对不对 感恩感恩 都是嘴巴讲的 不是心讲的 了解吗 所以杀掉你的称慧 心才不会后悔 心中没有后悔 你才不会有牵挂的 接下来再看三 称慧才是毒的根本 当然佛陀是回答 第四天的情法 其实这个pattern 其实你可以讲 三毒 贪称吃 都是毒的根本 贪称吃 杀掉你的心 才会安稳 杀掉了贪称吃 你心中才不会后悔 为什么呢 因为称心会催灭 所有的一切 第四个 杀掉了称慧 你才会得到 诸佛菩萨的称赞 这个意思是什么 阿罗汉就叫做杀贼 你调服自己的贪嗔之烦恼 你成为圣人的话 诸佛菩萨都会赞叹你的 接下来再看第五 杀掉了你的称慧 你的心才不会有担忧 所以各位佛友 学习佛法 学什么 要调服自己的心 心是很抽象 因为心很抽象 所以它很广大 因为心很抽象 所以它也很难调服 它要经过长时间 多生多节的学习 释迦摩尼佛 做了五百世忍辱先人 下次念金刚经的 要想到 人家骂你的时候 要修忍辱菩萨蜜 好 请看 修罗仲 丙二观音菩萨说 度修罗仲 那请问 修罗仲怎么来的呢 是我的补充资料 请看 一 由五始节来 内心强烈的称心 称心有分为三类 第一个 是自己脾气很坏 第二个 是遇到外面的内境 人事物 不高兴 你反弹了 不满 你会起称心 比如说公司要裁员了 结果老板裁你 不裁别人 那你就会很生气 老板我为你做牛做马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裁别人 裁我呢 你看你也会生气称心的 对不对 有时候呢 老婆呢 跟老公讲好 每个月薪水 老婆管 结果老公呢 有些私房钱 这个月钱拿少了 老婆也会起称心的 为什么 因为你对外面的人事物 有反弹跟不满 就是外境而让你产生称心 第三种 是自己的心与外境 长时间负面的互动跟影响 这样也会起称心 比如说夫妻吵架 冷战 爸爸妈妈跟小孩子 斗嘴冷战 你也会起称心的 你会后悔的 你真的会后悔的 因为呢 断气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来不及跟爸爸妈妈 说道歉 好 看这个幻灯片 假如是第一类 你自己是内心的称心的话 你要修慈悲观 常常想 我要原谅别人 我为什么这样 得理不饶人呢 现在人很难相处 我尤其是新加坡 跟全世界东南亚的人 都喜欢单身贵族 single loyal and rich 当然现在年轻人怎么想 师傅没有评论 但是我观察到 现代人呢 很难相处是什么 personality 个性很难相处 因为讲very critical very sensitive 就是动不动啊 很会呢 去刁难别人 这个也不对 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也不可以 最后 那就放弃了 我们两个因缘不合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因为不了解而相爱 因为 因为不了解而认识 因为了解而分开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个性不愿意改 修道别观音法门 不是要求别人改 要要求自己改 我配合你 这个才是修观音法门的 不要动不动 来来来来 你听我的 你不一定对呀 你应该听听别人的意见 他有道理的话 你应该听 所以我发现很多年轻人 为什么个性不合 学了佛法 尤其我在台湾 有时候为大春青年讲佛法 他都会说 师父你讲得很好 可是我有个问题 我就是找不到partner 我也想要找人嫁 或找人结婚 就是找不到 跟他谈了半天 我知道 我说你这个个性不改 连师父啊都怕你啊 何况鬼也会怕你啊 我说师父你怎么这样讲 我说你的个性啊 very critical 就是太会批评别人了 第二个 too sensitive 就是很敏感 什么东西就要敏感 比如说你喜爱清洁 清洁是很好 可是你若呢 太爱干净了 就会变洁癖 知道吗 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想到了 我以前有个老师 叫我们国文 他就非常有洁癖 他很庄严 是位女老师 我们帮他准备好水 然后呢 然后帮他擦桌子 以前呢 不像现在白板 我们是要用粉笔写的 我们通通呢 我们粉笔啊 表演一下 粉笔呢 我们都要帮他 包一层卫生纸 他抓着卫生纸这样写 写完了以后 再拿一个卫生纸 再擦擦脸 他非常洁癖 结果呢 有一次他上课的时候 他光擦桌子要十分钟 擦完了以后 我们说老师 我们已经帮擦擦过 他说空中还是有灰尘的 他再擦一遍 擦了一遍呢 先擦湿的 擦完以后再擦干的 擦完再擦 卫生纸 擦完 有一次他跟我说 其实我也知道 我的洁癖是很难改 你知道吗 他亲口对我说的 我印象很深 我现在想一想 他说 他不是佛教徒 他说你知道吗 我很少做家庭主妇的 差事 因为他有用人 有一天我老公 我为了生日帮他煮螃蟹 我拿刷子 帮长蟹洗澡 一直一直刷 最后被他们夹到了 那是我们哄堂大笑 这样的人就很难相处 为什么 Too sensitive in the negative way sensitive是很好 细心是好的 对不对 师父也是很细心的人 你细心用在红法上 细心在关系众生上 细心在帮助众生上 这是很好 人要学细心 不过细心 不要在不好的事情上 尤其现在的人 都很喜欢去猜 哎呦 猜呦 最近老公 都没回来 我偷看一下他简讯 有没有劈腿 不要做这样的事 因为你不相信你老公 你老公也就不相信你 相信 要从自己相信任别人 那你会说 师父 人都不是圣人 怎么可能完全相信别人 不 你宁愿相信他有佛性 就算他做错了 你应该原谅他 所以 对于人事物不满呢 你要修 忍辱观 对于 长时间跟别人 负面的影响 你要想 无常观 他会变的 还有 虚空观 就是你的心量 要大一点点 这样子 你才会调死无你 无死来的称恨 请看下面的经文 开始 观世音菩萨 度 阿修罗 怎么度 这是故事 我会讲快一点 请看 丁一 菩萨 献 身如佛 适时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出于世中 进入铁地 昨天进过 经地 营地 今天是铁地 表示众生的福报不一样 所以他居住的环地 这个环境 都是用金银铜铁打造的 观世音菩萨 在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谁住的 是大力 阿修罗王 阿修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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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住在这个的时候 首先他献佛的身相 所以 由此可知 看观世音菩萨 这是 菩提家爷的莲花守观音 在一二世纪里 传说这尊观世音菩萨 曾经亲自讲过话 师父很喜欢 早期的莲花守观音 他的左上角 有一尊佛 那个就是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 是生生世世他的老师 这是呢 我们在菩提家爷 做大法会的时候 做供养的花蔓 莲花守观音 也可以献 大日如来身相 所以你看到的阿弥陀佛 其实有时候是 观世音菩萨化身的 同样的 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献 要师佛身 十方一切的诸佛 他都可以献身 因为他已经成佛的 我昨天讲过 观世音菩萨有神通 有过去 现在 未来 他都可以看得到 因以和身得度者 既献和身 而未说法 所以这段经文是 观音菩萨 可以献 佛的身相 来度你 接下来再看 丁二 修罗 眷属 巨局 经文请看 四十大阿修罗王 远方的来迎 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 亲自来他的宫殿 阿修罗王呢 他有无量的眷属 聚在一起 很欢喜 因为观世音菩萨 今天要说法了 其中 可是阿修罗 因为刚才讲 他虽然有福报 但称心很重 甚至阿修罗 动不动 容易拿 竹竿 打众生 所以他得到的果报是 被是取的 搓漏的 也就是被是弯曲的 师父这没有暗示 我们人都会老 但是我要说 这阿修罗罗王啊 有很多他的眷属 都是被弯腰驼背的 因为他过去呢 喜欢拿竹竿 打众生 所以他得到的果报 是弯腰驼背的 如是眷属都来拒绝 接下来再看 翻过来九十五页 敬礼宣说妙计 看到观世音菩萨 请问你第一个会讲什么 Hello nice to see you again 对不对 不是 他是要先顶礼 亲自的五体投地 顶礼观世音菩萨的竹 所以我们顶礼合掌 翻掌 叫皆佛的福慧两竹尊 这个竹不是脚 是圆满俱足的意思 中国字有一字多译 第一个解释是 佛的两个脚 代表福慧两竹尊 第二个这个竹 是代表圆满俱足 他福得智慧 功德都圆满 所以他说 祭颂说 我今生得果 所愿惜圆满 如意之所惜 稀 稀是我正见 意思是说 阿修罗罗王 他同理大众 对观世音菩萨说 我今生呢 因为多生多劫 跟观世音菩萨有缘 我多生多劫 都拜观世音菩萨 因为我拜观世音菩萨 念观音的圣号 今天呢 我得到做国王的果报 他是所有阿修罗王里面的首领 对不对 这是他得到的果报 我所有一切的愿望 我都圆满 我要感谢大悲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大悲观世音菩萨 像如意宝珠一样 是非常的稀有 从来没有放弃满一切众生的愿望 我对大悲观世音菩萨 生生世世都具有正知正见 这时候他见到了菩萨 当然菩萨观世音菩萨 是非常庄严的 所以他跟与会大众呢 都非常的欢喜跟安乐 好 接下来再看丁寺 他首先要赞叹观世音菩萨 接下来呢 这个阿修罗王呢 要做忏悔 请看 丁寺 供养 请求忏悔 第一 见到观世音菩萨 不要空手 起码他会拿花 香花灯果竹 所以大阿修罗王呢 也会拿各种的东西 供养观世音菩萨 请看经文 于是他拿最珍宝的宝座 供养观世音菩萨 请观世音菩萨 身法座 恭敬和掌 跪着 他就说自己的过失 叫做 普贤十大院的忏悔业障院 我阿修罗 虽然有很多很多的眷属 从无量节来啊 我们都受苦 为什么 他下面讲 因为我们喜欢造邪淫 就除了一夫一妻之之外 我们呢 男女关系很复杂 第二 我们常常常怀了 嗔恨心 容易发怒 而且我们呢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 生生世世都喜爱杀生 造了很多恶业 所以我们今天才堕落为阿修罗道 接下来 我的内心啊 是非常的忧愁 恐怖不安的 什么叫恐怖啊 不安呢 我恐怖啊 生老病死的轮回痛苦啊 我是逃不掉的 虽然我现在是做阿修罗的国王 同理大众 可是有一天 当我福报用尽的话 我还是会受苦的 受各种苦恼 而且我没办法做主 也没有办法依靠 今天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亲自大慈大悲 来我们这个阿修罗王的王宫 请你慈悲 为我们宣说 我们怎么样开解自己的心 还有 把自己心中重重的烦恼 就像残宝宝的服务一般 做剪制服一样 把它剪掉 请你告诉我好吗 这是大阿修罗王 第一个先忏悔 第二个 他提醒观音为他说法 好 接下来观音菩萨就跟他说 请看 科叛丁武 较量布施 如来与文经的功德分期 请看 物依 布施 供养如来 获福无量无边 而时观世音菩萨 亲自说 善男子 如来应供正等觉 明行足 就是佛出世的时候 都会常行 起实 起实 这就是脱波 假如见到了佛 能够供养佛 脱波的话 你因为供佛 佛是圣者 那你所获得福报 会无量无边 纵使我宣说的话 也无有穷尽 善男子 不但是你供养我 很有功德 在阿修罗王的石窟里面 你供养我的功德 是无量无边的 纵使 像如来 有十二 有些念 琴且和沙 有些念 克且和沙 都可以 像横和沙树 这么多的如来 全部聚集在一起 来赞叹说 供养如来的果报 都是福德 不可 穷尽的 好 现在这里有个问题 观世音菩萨 亲自对阿修罗说 阿修罗有福报 对不对 见到了观世音菩萨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 见不到观世音菩萨 虽然经文讲说 我们 供养佛陀的福报 是无量无边的 那现在 我们见不到佛 请问 我们供这个 雕像佛 有没有这样的福报呢 答案是有 佛曾经说过 我灭度后 若有后世众生 见不到我 若见到我的形象 画像跟雕像 见像如佛在 就是说你看到的雕像 比如你进入大殿 静明佛学社 后面很庄严的 释迦牟尼佛 你见到了呢 你就要想 这是圣家牟尼佛 真正在这里 你不够看啊 哈喽 你是木头 不可以这样有 这样是不恭敬的 你要见到佛 因为佛像 也是佛的万德庄严的显现 也就是说 你把所有的雕像 佛像都心存 恭敬心 就见佛 如佛在的话 你供养佛 食物或香花灯果足 你就会得到 现在经文上的功德 也就是说 第一 你要深信 第二 你要虔诚的心 第三 你要加上观想 这样子的话 你供雕像 一样等同于 供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功德 佛陀曾经这样 供养佛的福报是很大的 好 接下来再看 变现净土 这张给各位看过 是在日本人见的 在菩提加也 灵旧山旁边 有二佛并坐 对不对 他呢 也在伦宾尼园 有这样的雕像 就是同流经的 多宝佛 左边释迦牟尼佛 中间多宝佛塔 然后中间写 就是庙法莲华经 所以你供佛的时候 要观想 佛的的确确在那里 这是二佛并坐 其实佛的功德 是广大无边的 好 接下来再看 物二经文 今天我想讲个段落 讲到九十六页 物七 告一个段落 就结束 请各位有耐心一点 请看物二 所不失的福德 胜过于无量的围尘数 观世音菩萨又继续说 若有善男子 所有的围尘 围尘现在简单地讲 灰尘 灰尘还可以分更细 我无量无边的世界 观世音菩萨说 围尘我都可以算出 他的数量来 善男子 假如有一个人 很真心的 拿香花灯果竹 乃至于食物 供养如来 或不失给供养如来 他说的福边呢 是胜过于围尘的数量的 那表示很多 第三 物三 福胜过于大海的低 善男子 又如大海一般 三千大千世界 同时下雨 我能呢 一一数他的雨滴数 各位下次可以数数看 新加坡 午后雷阵雨 然后你站在呢 你的窗口 你数数看 看看你可以数多少的雨滴 我拿个水桶算算看 无量无边的 可是观世音菩萨说 三千大千世界 同时下雨 观世音菩萨的智慧神通力 可以算出几滴的雨数 可是若有善男子 若不失供养如来 所获的福报 是胜过于大海的雨滴数的 好 接下来再看 物四 胜过于四大不周 种戒子颗粒 善男子 又像四大不周 四大不周 就东南西北 四大不周 所有的男子 女人 善男子 善女人 或童子 童女 都一起种到 而且 满四大不周 都不种其他的植物 只种一个 叫做戒子 戒子是一种 印度植物 颗粒很小 很小的 叫戒子 有点像芝麻一样 这样细 龙顺时序 就是呢 天时地利 风调雨顺 而且下了很多雨 那这个戒子 成熟的时候呢 在一个大周内呢 作为广场 然后呢 而且把它晒干 然后全部聚在一起 那你想想看 有多少 当然很多很多 无量无边 善男子 我观世音菩萨 都能够一一地 数到所有的颗粒 可是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虔诚恭敬心 来供养如来 布施香花灯果足 所获的福报 是胜过四大不周的 戒子颗粒 下面看第五段 妙高山 也就是须弥山 请看悟悟 胜过妙高山 书写数量 善男子 又如妙高山王 妙高山先给各位看一下 是长什么样子 你们每天都念 来看 这个就是妙高山 须弥山 在北京 雍和宫 他用铜做的 所谓的妙高山 就是太阳跟月亮 绕着一个定点 转 这叫须弥山 也叫妙高山 传统上我们以为 妙高山是喜马拉雅山 可是现在学术考证 答案不是 原因是 因为假如妙高山是喜马拉雅山 东南西北 北聚如洲 那是长寿天 是不学佛法 可是以地点来讲 喜马拉雅山的北边 刚好是西藏 西藏却是佛法很兴盛的 都念 所以现在科学呢 判断做佛学研究考证 简单讲 我讲结论 妙高山不在地球 在 大气层 太阳系里面的某个点 太阳跟月亮 这样绕着旋转的一个定点 这个叫做妙高山 所以当你读华严经 香水海 香水海 那个海不是海水的意思 而是广大无边的云 或是虚空 或是大气层 所以各位有机会 去北京的话 可以去参观 藏传佛教的雍和宫 一进山门 就有康熙雍正乾隆 下令用同渡的须弥山 这个叫做妙高山 好 再回来看经文 善男子 又如妙高山 进入水 八万四千玉善纳 又出水 八万四千玉善纳 八万四千玉善纳 是说好像呢 剂量一样 现在我们出水 是以一桶一桶剂量 那古代呢 是用玉善纳 做出水的单位 善男子 如是山王 以 尺堆积 以大海水 作为墨汁 以四大不周 所有一切的善男子 善女人 同男同女 都来超经 现在很多道场都推行 超心经 超法华经 其实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这里面讲 所有的善男子 善女人 积了妙高山 这么多的经文 他所积居的山 超过妙高山 一样是无量无边 我 观世音菩萨 都能够数出他的数字 可是若有人 以 虔诚心 供养如来的功德 所过的福报呢 是比妙高山还广大 好 在这里我回答一个问题 有些怜有的问题 是在part 1到part 3 有些我还夹着 因为谢谢佛友 问了很多很好的问题 有些跟后面经文有关 有些佛友曾经问 师父我们若遇到破的佛像 或是有时候我们海报 有poster又印佛像 那破的怎么办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佛教的杂志 刊物虽然都印得很庄严 但过了期都有佛像 要怎么处理 我很执着 有人说不可以乱乱烧 因为烧佛经会堕地狱 有人又说 可是我们不处理 采道也有过失 师父请问 有佛像的海报 经书或破烂的经典 我们怎么处理 好 谢谢这位连友 问的问题很好 注意听 答案是你的心 你起恶心 故意破坏佛像 起恶心 故意烧经书 就像秦始皇 焚书坑儒这样 那你真的会堕地狱 可是我们的佛像 是无常的 比如说有些佛像 对不对 久了就会破 那你就尽量补 补了不能以后 我建议你就找一个烧金银子的念大悲神咒三遍 心经三遍 然后你就把它烧掉 这个没有过失 这个不会堕地狱 还有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海报 或者很多的佛像 对不对 或是广告或月刊 你可以用现代材质机 有没有 现在有一个机器 办公室都有材质机买 把它柴碎 然后呢 再把它烧掉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阴光大师比较严格 他甚至还说 要特别包在袋子里 还要到海边 还要找个地方把它埋下去 当然那是民国时代可以讲 现在新加坡连大海都不能乱丢垃圾的 那所以只要你有起恭敬心 能用的就用 所以各位请佛像 请经书还要慎重 你喜欢的经书 你就保留 一直用 用到完全破烂不甘的 那你才把它烧掉 像我有些经典呢 是我从在家居士就读经 普贤行愿品都一直留到现在 师父的讲义 上面也有我的笔记 都会留着 我连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是专读古文的书啊 我读过四书啊 我通通的笔记 我都还留着 所以这也是一个做个纪念 你也可以把它 作为你传家之宝 但是假如你实在没有空间 那就送到寺庙去 旧的佛像 比方说 有时候你以前是拜 南海古佛观世音 道教造型的佛像 没关系 如果你现在学了正经佛法 你想要换佛像 可以 那你就送到别的寺庙去 然后有些人 可能会欢喜 他就会供养 假如因为很多很多的人 在一起都不能 你也可以把它集在一起 念大悲神咒三遍 念三遍心经 然后把它烧掉 这样也环保才不会破坏 所以答案是你心 不要起恶念 好 现在抄经 古代抄经 经文是要到长经阁去抄的 不像现在 师父电脑 做好了 请干部一印 全部都印出来 所以注意听 注意听 我公开说 新加坡任何一个联友 流通我的法宝 请要加上讲义 否则我会不高兴 你们都不喜欢 印我的讲义 这都是我做牛做马 做到青春 做到天亮的 这不是法吗 或许有些老菩萨会说 师父你很用心啊 每一张都贴到幻灯片啊 但有些东西 我没有贴到幻灯片呢 你不是要流通正法吗 所以我公开呼吁 新加坡任何人 流通我的DVD 除了讲义 一定要包含 否则你流通讲义 不圆满 听好 将来你求法会有障碍 什么要障碍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天 你去请修葬的人波切 请你求法 就什么都具足了 没有法本 这就是障碍 你今天要来问师父佛法 问六祖谈经 就请带六祖谈经的经文来问我 我虽然很喜欢六祖谈经 但我也不能全部都背 我要看前后文 所以各位法友 老菩萨虽然你不识字 这是法呀 你怎么只要DVD 而不要我的讲义呢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一点我真的很不高兴 我这些都是发愿用我的生命 整理的教法 或许你看不懂古汉文 没关系 可是你现在都看不懂 那将来的人更看不懂 对 新加坡也有一半的联友 都受英文教育 所以我在讲 宽金念佛堂 四十八大院的时候 我用了中英对照本 以前在讲 法华经的时候 我也中英对照本 我就看到很多老菩萨 讲完经 就把我中英对照本 丢在旁边 你或许不懂英文 但英文也是法 来生你投胎 做Atoa的时候 你就看不懂 因为你曾经丢过佛经 这是我讲的很真诚的话 你若不需要 没有关系 你可以说暂时我不需要 但流通我的法宝 请要付讲义跟DVD 虽然我一张一张的图片 都贴上去 我推到天亮 可是这是法 因为现在已经不超经了 现在科技电脑印刷 甚至现在大藏经 你上中华民国 Cβ电子佛帖 动员了全世界的华人 花了三十年 大藏经全部都可以印片 一个光碟片了 现在是数位化的 所以重点是在你的心 虽然讲文字是空性的 可是你经文还是要恭敬心 希望你体谅师父的苦口婆心 流通我的法宝 要有DVD 也要有讲义 很多团体都很喜欢流通 甚至经过没我同意都流通 我没有生气 一不可以有版权 二不可以贩卖 你可以拿基本公粉费 便你的弘法教育基金 我已经公开说过 对不对 可是要应我的讲义 这是正法 否则你将来求法 就会东缺西缺 而会有障碍的 好 再跳回来 假如你超了很多心金 假如你堆堆堆堆堆堆 堆了很多怎么办 堆了一年那就火化一次吧 新春呢 我们要除旧不新的时候 把家里肮脏的东西呢 就一起念大悲神咒三遍 心经三遍 也可以把它烧掉 因为你不烧掉的话 子孙也不敢乱动你的东西 他也会生烦恼的 所以佛法要有智慧 请看下面虚弥衫 各位已经看过了 再看广修共养 广修共养 是你要种这个因 这是我们去佛陀 沙拿塔 路野园 初转法轮的时候 供的花蔓 中国人比较不习惯花蔓 你们这边人可以看得到 在哪里 小印度 Little India 印度人有这个文化 每天早上去采鲜花 拿针根线 一个一个串起来 变成花蔓 然后供在佛堪上 当然过了两三天 干掉了就把它拿下来 你必须自己出钱 第二个 虔诚的发愿 才会升起广修 供养的功德 接下来再看 这是我们菩提家爷 做大法位的 供水晶 供多玛 供香花灯果族 所以你得了人生 是很尊贵 不在乎你要出很多钱 但是你可以随喜 种这个善因 接下来再看 在我们去菩提家爷 朝圣的时候 要广修供养 起码你早上准备一杯水 供养一朵花 这个并不难嘛 对不对 你想看 你一天供一朵花 一年你就供三百朵 十年你就跟三千朵 二十年你就供六千朵 那你就会得到万德庄严的果报 好 接下来再看 悟六 书写与师父等同无欲 观世音菩萨对阿说罗王说 善男子 法是很尊贵的 如是一切愿意抄写经典的人 将来都会挣到十地菩萨的果位 对不对 我说过 以前在藏经格 阿弥陀佛经是要借出来 然后用毛笔在油灯下 这样一个一个字抄的 所以以前木科版的经书是很珍贵 现在不用 现在只要你一出钱 印刷厂都会帮你印的 所以佛经有佛经的功德 他说你恭敬法宝 将来会得到十地菩萨的果位 如是菩萨所有的福德 与你布施如来 一刻请用虔诚的心 供养香花灯果竹或饮食 这个人跟书写的功德 是无二无别的 所以可见呢 流通法宝的功德是很大 接下来再看听经文法的功德 请看 雾七胜过海中恒沙量 恒沙数量 观世音菩萨又说 善男子 又有如刻横茄沙 大海当中 所有的沙数 我一个一个都能数 一个一个的沙的例子 各位假如有去过印度 佛陀讲经常常用 Ganga River 就恒沙 恒沙的沙 你若看过像细的像面粉一样 所以佛陀常常比喻 数量无量无边 会用恒河沙数 善男子 布施如来的功德 所获的福报 就像恒河沙数一样 而我不能说尽 请看 所以我还是公开鼓励各位 家里有正式佛堂人 还是好好的供养 每天早晚供香花灯果足 初一十五也供香花灯果足 不能今晚早上供水 或是供香 各位看幻灯片 这就是我供养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很庄严吧 铜流金的 上面呢 是用珍珠跟石榴石的 这是呢 我在国外买的 后面是波尔波罗密多心经 每天早上起来 请问我现在有个问题 Q&A写下来 你早上起来 第一桩事情做什么 除了刷牙洗脸 你早上起来 第一桩事情做什么 有人看 老公起床了 小朋友快点快点 我早上起来 第一个 先顶礼佛 三拜 供香花灯果足 师父重视 现在我奖金 我也有学生帮我 每天的供养 晚上呢 我回来上课很累 睡觉前 我一样是顶礼 忏悔业障 对不对 忏悔我今生 一天所造的恶业 我的恶念 我都要忏悔 接着我会跪着念 极乐世界发愿文 至少念三遍 所以 虽然一切法 是空性的 可是你对观世音菩萨的佛像 升起广修供养的心 你就有功德 第二 下面你没有看到 我还点油灯 我睡觉的时候 是点24小时的油灯的 所以我睡觉的时候 你也在广修供养 你有没有看过 狗会念普贤行愿品的啊 你有没有看过蛇 当庙里呢 伸个手 我要来布施的啊 没有 作为人之所以尊贵 是因为人间苦乐参半 因为有苦 所以你会觉悟 因为有乐 你才会精进学佛法 所以人间是很难得的 因为人间可以行菩萨道 所以我公开呼吁 新加坡虽然很小 我也去过有些佛友家 布置过佛堂 可是呢 你起码要有一个 庄严的佛堂 或是一个书架 上面放一张 观世音菩萨的佛卡 早上起来 顶礼三拜 再出去 回到家 顶礼三拜 起码供一杯水吧 水并不难嘛 你可以供香 供花 初一十五 你供养多少 就会申请你多少的功德 再看旁边左右的水晶 就是在新加坡 福禄寿 买的 Burgis de Junction 我知道新加坡很多佛堂 都喜欢买水晶 你用水晶供养 会积广大的功德的 所以 讲到这里 是经文一个段落 好 请各位看九十一页 第二十行 请和长 跟我一起念 愿消三藏诸烦恼 一直到 世事常情 菩萨道 请和长 一起念 愿消三藏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普愿罪障 惜消除 世事常情 菩萨道 好 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明天 我还会再带大家 修一次 观想大悲观世音菩萨 好 今天讲座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晚安